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走勢就比較偏整理 昨天是漲的 今天偏整理 不過今天的盤呢 目前看起來算強的啦 我們來仔細看未來的盤要怎麼走 我們仔細看 台股目前是小跌18點左右了 那昨天是出現上漲 那今天稍微又出現下跌 但問題是我說今天的盤算比較強 原因在哪裡 你看今天亞洲盤 上海跌了快1%啦 南安股市跌1%啦 日經恆生指數全部都是走低嘛 對不對 所以台北股市它未來的走勢 它還是要跟國際股市接軌 所以我倒是覺得 你先讓去看這個盤 你要去注意一下 到底國際股市的盤勢 它未來會怎麼走 你注意看 比方說這南韓股市嘛 10月份打到低點之後它有反彈嘛 可是彈一彈就跟你耗啊 大陸股市也是一樣啊 耗一耗之後呢 現在又回到什麼 整個季線半年線的位置區嘛 日經指數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所以這幾天的盤它會怎麼走 我這天怎麼跟你講 我禮拜五開始就跟你講 我說這個盤啊 它這個地方彈起來之後 它這邊就走區間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區間的盤勢啊 未來是漲市跌 這都要跟國際股市接軌 所以呢盤勢要怎麼去看 我們仔細來做說明 其實我這兩天有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就說這邊稍微走一下區間 只是在等時間而已啦 等什麼時間 就差不多到 因為今天11月27號了嘛 這禮拜月底就結束啦 然後呢到下禮拜就11月初嘛 那我就一直跟他講說 11月2號11月3號 聯準會召開會議啊 這次只要縮表啊 那到底未來美元怎麼走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拖什麼時間 拖美元嘛 所以禮拜一我就跟他講 月初要提防 美元會不會再次轉強 這都是關鍵啦 昨天我在節目裡面也跟他講嘛 美元會決定多空對吧 好那重點來了 那未來的盤勢呢 到底美元會不會漲 到底未來的國際股市會怎麼去走 這才是一個關鍵 好我們來仔細看 其實你會發現到 昨天的美國股市啊 都開高走低嘛 縮盤沒有跌啦 縮盤幾乎在平盤附近啊 這也是一樣嘛 全都開高走低嘛 是不是 高科技股也是一樣啊 全部都開高走低嘛 其實昨天美國沒有什麼公佈什麼數據啦 那但是這個禮拜比較重要的就是 我跟他講過就是 五檔 權重最重的股票 在這個禮拜 他們要公佈財報 其實到目前為止只公佈一家啦 這一家呢就是什麼 臉書嘛 禮拜一公佈的時候呢 我們有看到他漲了1.2%嘛 那時候我跟他講啊 就漲起來還好啊 因為前面套了籌碼都已經出現了嘛 是不是好那再來 前一天漲昨天呢 跌更多 好昨天跌快4% 結果你會發現喔 他在創 近期波段以來的低點 其一點書所公佈的財報呢 內容還不錯啦 符合市場預期 只是說最近我就跟他講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說你公佈出來的財報 其實我們依照過去啊 之前美國的那個經濟數據來看 結果我都認為應該不會太差 不會太差 但是呢都會對未來有一些展望嘛 那有以後對未來展望不是很好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啊 結果股價又跌下來 所以這次美股到底公佈財報之後的走勢 為什麼走今天變數還很大啦 所以如果我們就從最近這兩天啊 美國股市這五家公司 要公佈財報的公司來看 我昨天上節目有跟你講嘛 臉書上可是其他的 不管是什麼蘋果啦 Google啦 或者是微軟啊 亞馬遜啊 都是跌的嘛 那昨天呢 臉書是跌了快4%嘛 但是什麼蘋果 微軟 Google 亞馬遜啊 結果呢 都是漲了 但是也沒什麼大漲 那昨天美國股市會比較大的變化 會開高走低原因在哪裡 應該在Tesla 因為Tesla昨天盤中還漲10% 結果到收盤你看 它變成跌0.6%嘛 所以是開高走低 所以強勢的個股一開高走低 就知道最後美股怎麼樣 流出很長的上影線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禮拜的財報 可能就稍微注意一下啦 你注意看 之前的Intel公佈財報之後大跌11% 創今年以來的新低 到昨天還在跌啊 這代表什麼 就是說你那個弱勢股沒有辦法只跌 所以當整個Intel的股價又跌下來的時候 你看最近的美光 美光彈也彈不上去 彈也沒有量 所以如果一有震盪的話 我覺得美光在破前提的機率是蠻大的 可是關鍵點應該是放在哪裡 放在禮拜五蘋果的發表 發表財報了 因為最近看起來好像全部都停住了 全部都停住了 所以公佈財報之後呢 到底他怎麼去走 那會不會讓國際股 稍微再撐久一點點 我覺得蘋果是指標 那到時候你再等吧 可是我覺得 不管它公佈怎麼樣 你到月初還是要面對 聯準會縮表的問題 因為你現在整個通膨的問題 它沒有改變 我們來仔細看 我們就從幾個通膨的數字來看 我最近也跟各位講 如果油價跌不下來 那個通膨問題就不用想緩解 最近油價都一直在漲 一直在漲 所以你成本一直提高 當你成本一直提高的時候 我就說這已經開始有什麼 有那種惡性循環的一個效應在 因為我們之前就跟他說 什麼供應鏈危機吃掉 各行各業的利潤 什麼尿布優格 全部都一樣 然後我昨天也跟他講 英國 英國有一些能源公司 他說除非政府儘快調整 能源的價格上限 去反映業者的成本 否則英國能源市場 恐面臨大屠殺 下個月11月了 至少會有20家供應商倒閉 對不對 那我問你 你要不要提高上限 你要不要讓他去反映成本 你這一反映成本 整個物價又開始飆 那你不反映成本 一、二十家的公司要倒閉 所以現在這個通膨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們一直跟他講 我之前跟他說過 11月份要開始縮減購債 應該就確定了 應該確定了 90%左右了 那個10%有什麼變化我不知道了 但是你要注意 雖然最近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稍微有壓回 可是我這兩天有跟他說 因為漲得比較多 在聯準會召開會議之前稍微壓回 我覺得算合理 你讓他整理一下 聯準會召開會議之後如果上漲呢 他反而有機會整理完之後再上漲 原因在哪裡 因為在這裡啊 你去看嘛 這兩天美元 都已經開始慢慢的動了 今天亞洲盤稍微有壓回一點點 可是呢現在離那個月線啊 快過去了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讓美元再往上攻的話 同樣我們又跟大家講過了嘛 因為你美元在這個地方如果說偏強 那你對亞洲匯率呢 他就會出現偏弱的狀況 所以你整個外資呢 他就會去做什麼 匯出的一個動作 所以呢你會發現到 在今天整個亞洲盤裡面啊 就已經開始出現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動盪 對啦台股是比較強一點 可是我說嘛 你再怎麼樣還是要看國際股市怎麼走嘛 如果說國際股市亞洲盤 因為後面美元出現上漲 然後呢亞洲盤這邊盪一盪之後呢 結果呢他又再破盤軟區的話 台股也會撐不住 所以這要注意一下整個連鎖的反應 但是我今天測標裡面有寫 接下來還有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就是說你要看外資到底在幹嘛 對他在搞什麼小動作 所以我說今天我寫一個測標就寫 美元將左右外資期貨的倉位 我們來解釋這一點 這蠻重要的 到底後面好啦就算美元上漲 那到底這個壓力會不會比較重 我覺得這是在看外資的臉色 什麼意思 我們仔細看 最近的整個台北股市 你會發現到 跌升他是不是談起來對不對 我記得在這一天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講 那時候美元壓回 我說台股市有利於反彈 但是談起來之後 我說這個地方開始維持一個區間 那我是建議你不要亂做股票 不要買一堆了 看到漲什麼去買 這東西待會我會講個股 所以當台北股市談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最近的融資 你看 從10月19號這一天開始 你看融資開始增加 有沒有融資開始增加 那這一段期間裡面老實說 外資也有買一點 三大反彈都有買一點 但是買不多 可是你要知道外資在這個時間點 當台北股市談起來的時候 近期的空單 你注意看 紅色這一條是外資的倉位 現在外資的倉位 你看到是往下跌對不對 這代表說什麼 它的空單已經開始在增加了 也就是說 外資的倉位在近期反彈起來之後 它已經開始緩慢的增加 那目前它所增加的數量 22000多口 我這麼說22000還好 還不會造成什麼太大的賣壓 但是你要預防它一直增加 因為它現在空單在增加的過程裡面 它已經比8月23號當時的空單 還要來得多 今年幾號 10月27嘛 對不對 它比8月23號那時候的空單還要來得多 就代表著說你看 你看這裡 8月23號那時候台股先跌下來一波之後 有出現反彈 也就是說從這個位置去開始 其實外資的空單都沒有什麼增加 都沒有什麼增加 但是當台北股市這一段談起來 融資增加之後呢 它反而這個地方的空單 比8月23號這兩個月以來的空單 還要來得多 好 那各位這就是重點了 會不會在這一段走區間的盤局裡面 外資的空單它會一路增加 這是關鍵嘛 如果說外資的空單一路開始一路增加一路增加 如果當它超過3萬口的話 我跟你講好 那個壓力就會開始加重 好 那壓力就會開始加重 那當然我要怎麼去研判說 你外資在這個地方的空單 它會不會開始增加 會不會一路增加 好 那各位 關鍵就在美元 你想想看 昨天美國股市只不過是開高走低 那你今天整個亞洲盤跌的都快一趴嘛 對不對 是不是已經跌下來 如果外資要去增加空單 外資要去賣股票 它不會只賣台股 亞洲股市應該都差不多了 只是多少的問題嘛 有的多一點 有的少一點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亞洲盤已經開始出現一些震盪了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這樣算強 好啦 就算你算強好了 你還是要跟國際股市接軌 但這地方你現在要注意什麼 我說還是美元 如果美元在月初附近的時候 它開始過月線 這一上去 我跟你講 這空單就會一路增加 如果增加到3萬口之上的話 我跟你講後面還會有一段壓力 後面還會有一段壓力 而且這一段壓力呢 我認為它還是要再殺融資或洗融資 可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如果說後面還有這一段壓力出來的話 老實說對台股市好事 為什麼是好事 如果真的有發生這個狀況 我再跟你做解說了 那時候才是一個最大的機會 為什麼會這麼說 到時候再說了 那我現在的規劃是這樣 台北股市先維持區間 但是維持區間之後呢 如果亞洲盤 因為美元的上漲都不強 台北股市還會再壓一段 那當然這壓一段 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它的壓力是比較大一點 還是稍微小一點 到時候要看外資的空單 那外資空單是一路在增加 又增加3萬口之上 然後一路增加的話 我跟你講這壓力就會很重 到時候壓力就會很重 很多個股殺融資的動作呢 它會很慘 它會很慘 所以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 你就先把它看區間 反正是時間點不到嘛 那月初到 月初你看那個美元 如果都飆上去的話 我還是要建議你 不要買那麼多啦 因為今天這個盤 已經有些個股真的 還在創波段低一點 但是你會說 老師那我現在到底要怎麼去買 待會兒我們來講 個股的操作 有它一定的方式在 很多時候 我有跟大家說過 股票一定有底部跟頭部 可是你現在怎麼去判斷 底部的股票 而不是去抓頭部的股票 那到底這種盤是 什麼樣的個股在底部 什麼樣的個股反而在這個位置區 它反而是比較不受盤式影響 會上攻的個股 等一下慢慢來做解說 好不好 這東西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不過我先講這個重點 昨天有跟各位講 還有六個名額嘛 對不對 剩下最後兩個 沒水 最後兩個 我用講的好不好 最後兩個名額 那我只是希望說到農曆前的這一段 你不要亂做 那我剛剛有說過 如果這個盤真的壓回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只是說 那是我的預測 那目前還沒有看到 真的有看到的時候 我再跟你解釋 為什麼會說那是最好的機會 到時候再說 好不好 但是呢 農曆年前 這段期間裡面 如果你前面已經賠一堆的 你老是還在拗的 我說拗來拗去沒有意義 真的啊 因為會員都死光光了 還在拗 會員死光還拗什麼拗 總有一天會對啊 可是你讓你知道 會員死光光 那這樣操作怎麼對 對不對 所以農曆年前這段 你要想辦法幫回議程 我的預計是這樣 如果11月份 真的有壓回一段 到時候那一段下來 才是我要大減便宜的時刻 那一段是 那時候原因 我到時候再跟他解說 因為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講太多你也忘記了 只是說我認為說 農曆年前的這一段 你一定要想辦法搬回議程 如果你一直在輸下去 你一直在凹下去 我問你 你過年要怎麼過嗎 你今年賺的錢 已經都吐回去了 搞不好你還在倒貼 甚至於有些人拼命用榮之做的 到現在為止 其實已經 可能已經差不多半畢業了 所以我是建議各位 後面的操作就不要亂做 好不好 農曆年前我們服務你到封關 那我不增加你的負擔 那剩最後兩個名額 那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歡迎你利用這個最後兩個名額 到時候再打電話進來詢問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一下 個股的操作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待會兒 休息一下 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 旺鼓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第一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的指數算表現不錯 因為台北股市 目前是在平盤附近 不過我剛好跟大家講過 今天亞洲盤都跌1%多 都跌1%多 今天早盤的亞洲盤 美元是稍微壓回 不過 美元最近這幾天已經開始 從這裡來看 已經 已經開始有在動了 現在離月線 其實並沒有差多少 所以我剛好跟大家說 接下來要注意一下 因為那是時間上面的問題 當月接近11月出附近的時候 你還要留意一個重點 就是外資的空單 它會不會一路增加 如果增加到三萬口上的話 我覺得 台北股市最起碼後面那段壓力 會延續到月中左右 為什麼 因為月中是期貨的結算 所以 不過我是覺得 如果再壓回來是好事 但是時間倒在講 好不好 但問題是這個盤現在要怎麼做 你看 指數是維持區間 我昨天有跟各位講 其實很多個股在這個時間點 它的危機它並沒有解除 對不對 好你去一看 有沒有看到夜星創破亂低點 盤是在彈 有股票在創破亂低點 如果當創破亂低點 其實有些個股旗離低點也不遠 有沒有 差一點點都要創破亂低點 是不是 差一點點都要創破亂低點 很多個股都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說你凹什麼 你還會員都死光光 你還要凹什麼 只有一點對 可是問題是你要的老師 不是一直帶你去凹 對不對 好那再來 那既然你已經看到了 這些都創破亂低點 接下來呢 你注意看 有些個股到這個時間點是這樣 昨天我跟你講 這只是修正規理而已 離破亂低點都不遠 有沒有 離破亂低點都不遠 是不是 除了這些個股之外 那個碩花類股我昨天也跟他講 有些個股如果說你是近期才去做的 比方說10月份去做的都掛 你9月份做還有賺錢 你10月份做到這波為止 到現在為止 也是創破亂低點 對不對 所以目前看起來弱勢的個股 還沒有完全質問 電子類股比較麻煩 電子類股在近期你會發現 當然你跌生的個股有彈 可是近期有一個現象 什麼現象 你來仔細看 比方說你注意看 近期漲上來融資增加的股票 就開始出現震盪 有沒有 你看喔 你融資增加的股票就開始震盪 這樣怎麼可能賺到錢 你看融資創新高 股價是壓回 是不是買進去又套 這樣個股還蠻多的 最近在走震盪 融資也開始慢慢增加 比方說什麼 環球性融資也增加 股價都上不去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 融資都在增加 融資都在增加 所以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 你就會發現融資增加的個股 到這個時間點 因為它籌碼比較亂 當你籌碼比較亂的時候 其實你要叫別人去幫你做拉抬 機率不大 很多都反而是 讓人家撐機去做賣出的 那到底這個盤現在怎麼去做 我的看法是這樣 你說盤是穩定了沒有 我看起來還好 還沒有完全穩定 好 你就說老師搞不好你看錯 搞不好這個盤 後面又突然漲個200點 漲個300點 好 你就繼續漲 你漲了我再來買都還來得及 因為很多個股現在都已經先打下來了 你不用擔心說你買不到低點 對不對 更何況亞洲盤都在跌 如果說最近因為美國公佈財報 漲漲跌跌是正常 如果說又像臉書這樣子 前天漲1%多 昨天漲跌了4% 如果說又出現下跌的話 你不就亂追高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間點你要懂的是 怎麼去做價 而且這種做價的方式 不是越買越多 我跟他講過說 我們的操作是一定有買有賣 通常我是賣掉之後我才會買 所以我就把持股 把它縮在一定的三檔左右而已 我不會說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 那有的老師是這樣子做 反正會員組別弄個8組10組 每一組弄個3 4檔 你只要超過7組 就20幾檔股票 所以會造成什麼現象 就是說你的老師講的股票你都沒有了 我都在頭顧待好久了 所以搞什麼東西我都知道了 我們組別不多啊 資金分大中小嘛 就是普特尊 就這麼簡單 因為我們不要說去分散一堆組別 然後這邊叫幾檔 那邊叫幾檔 然後會員 電上講的股票會員都沒有 我覺得這方式也不對了 所以不是叫一堆 要不然就組別分一堆 因為你的個股能夠集中的時候 你才能夠掌握波段操作 但是這個波段操作 不是叫你去追 你要怎麼去掌握什麼 低檔型的個股 這個盤到這個時間年 你會發現量也沒有出來 所以呢 對於大型的個股 可能只是短線上面 稍微撐一下而已 那因為你這個地方沒有量嘛 所以呢 對於一些比較小型的一些股票 它會比較有利 但是你未來的盤是 還是有機會震盪啊 那你去抓這些小型的個股 要有一個特色就是什麼 它真的是已經落底了 真的已經落底 而且它有基本面支撐 這樣的股票它能夠 不受盤勢影響 甚至於它還有逆次開始攻的機會 所以呢 像近期加入我們的會員 我再講一下 這個剩兩個名額 剩兩個名額 你自己看 你覺得OK你就來了 你覺得你還要再看 就繼續看沒有關係 因為剩兩個名額嘛 那我們這幾天 新加入了會員 我們今天建議去買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你都買得起來 反正因為沒有量嘛 沒有量我們現在先不做大股票 攻擊盤量出來的時候 我們開始做大股票 那現在還沒看到嘛 我認為應該還會震盪 所以我們先從一些比較 中小型的個股為主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我說為什麼要去做這些股票 因為它本身股價已經開始落底了 在落底的情況之下呢 它比較不受指數的影響 你從基本面的角度裡面來看 它這三個月 連三個月 不管是月營收年營收 都是增加的 所以有些個股在低檔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有這個基本面 有這個價值型的個股 你就先進去低接 今天一買完之後呢 其實今天已經開始過緊線了 今天已經開始過緊線了 所以有些好的股票 值得你在低檔 穩穩當當的做 不是做一堆 你現在看嘛 之前我們的操作模式就這樣啊 從萬八跌下來 我會叫你去買中天啊 從萬八跌下來 你資金大一點了 我是叫你去買合一啊 我們不是跟你拗嘛 是不是 要拗你自己拗就要 你不用去找老師啊 而且股票操作一定有買有賣啊 當初跟你講的敦泰嘛 拉起來我們也賣嘛 是不是 所以慢慢的把資金再調整回來之後 我們再去接什麼 後面從低檔準備上工的個股 但因為盤勢還不是很穩定 所以我們還沒有把資金全部壓進去 先穩穩當當抓個一兩檔左右 好不好 這就是我的做法啦 那我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認同啊 那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看到長什麼就跟你講什麼的老師 所以呢盤勢有我的規劃在 那我說最好他壓回了 壓回是大減便宜的時刻 那個到時候我們再說 現在還有兩個名額 服務到封關 我是不增加你的負擔 農曆年前這一段 我要幫你搬回一層 讓你過好年 歡迎你來電諮詢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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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